卓西湘排球协会去年10月成立之后 就紧锣密鼓在筹备新春杯排球竞赛 2月19号这一天也是成立之后 成办的第一场赛事 所有成员都非常兴奋 由于本身是工作人员呢 他们也是球员 这场赛事呢 也是今年布农族运动会排球选手临选 分别有社会男子组 社会女子组青壮年组等 卓西六个村也都派球员热情参与赛事 卓西湘排球协会去年10月成立之后 紧锣密鼓的准备新春杯排球竞赛 也是卓西排球协会成立后办理的第一场赛事 其实我们就是要排球运动 希望能够就有协会的这个制度 这个机制从基层培养起来 从小朋友 目前从小朋友培养 但是我们之后也会往上推 然后这个就是非常商业排球的凶手承办 这场赛事也是今年的布农族运动会排球选手的临选 分别有社会男子组 社会女子组 青壮年组等等 卓西湘六个村也都派员热情参与赛事 乡长李璧贤表示非常开心 看到各村的七年都齐聚在排球场上 乡丰盘平常都在家里在墙壁打排球 没有办法出来比赛 今天终于可以出来比赛运动运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我们的排球带起来 排球运动在卓西湘非常盛行 过去的运动赛事也都是以卓西湘公所来办理 第一次是由协会青年自己来办理 整场赛事的氛围活泼也非常有活力 热爱排球青年们也都表示开心 以后的赛事都可以借由协会来办理 提升厂内的排球运动项目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 探访权 resolution 确保 为